TV台裁判员郭强 记录裁判员蓝佳花卫双慧 运动员孙志峰 阿根廷选手马赛里诺索萨 下面比赛开始 双方选手争多开球选择选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孙志峰获得开球选择选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 中国体育直播TV平台 观看中国四平志诚中央公园杯 2018中世八球国际大师赛分战赛 第二战第四比赛日 TV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上午好 我是阿苏 苏欣源 大家好 我是张庆永 张指导 上午好 阿苏你好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 是现在屏幕给到特写的 比赛开始 来自吉林白城的国内球手 孙志峰对阵来自海外的球手 来看第一盘啊 孙志峰的开球 比赛采用13局7胜 8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现在来自阿根廷的球手索萨 非常有意思 用手搓一搓台布 台泥 个人习惯 可能手心本身是有些汗 再加上去感觉一下 台泥的一个干爽程度 就是我摸台泥潮不潮 我大概判断出 今天走的速度会不会快一点 或者慢一点 是 你看到这个左边下面的字幕 马赛利诺所赛 应该是 阿根廷球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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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带进攻 打进 白球现在是漏了机会 左边中段四号球可以进攻 十四也是可以打 这盘球目前从画面上来看 屏幕的最下方 一个小球堆 五号 十号 十二号的这个位置 还是需要后面去解决 你上来看选球 选单色 左边的双方六二球 最后是一个难度球 包括下面还有一个共同的球堆 所以你这边是某个球 这边是某个球 就是某个球 但是大球 是某个球 有什么地方 啊 是某个球 就是某个球 这边是某个球 就是某个球 就是某个球 这边戴口附近只能这样打了 暂时来判断 所萨利维球员 可能还是不太熟 棕巴的一些套路 他这种打法如果说刚好台面上 有那么一两个不太好打的 然后其他都是戴口球 他很容易打完之后就剩两个难打的 把戴口球附近先吃光 会很被动 孙志峰来自吉林白城 也是一名中国的职业台球人 台球行业 有自己的台球器材 有台球的球方俱乐部 明白明白 而且也是在近两年连续参加咱们大师赛 至少有三战了 那蛮好的 今年42岁 喜欢的这个爱好成为了你的职业 而且你一直在做得非常好 后面再通过他在参加以前 比如说我想打但是没办法去打的比赛 感觉太好了 喜欢天下运动 为什么不去参与 没错 有这么好的比赛 这么好的平台 刚才这杆球呢 索萨是完全没有做好防守 直接给对方 把12号跟12球都宰了出来 孙志峰呢好的上手机会 10号球呢正常高端从底库弹起来上去避开K8 左边中态可以叫 然后上方刚好都是 位置非常好衔接啊 控制力度就可以了 稍稍有点过头 这杆球很有可能 15号会留在最后去交给吧 嗯 你现在拿它去衔接 角度不舒服 对 你打15肯定下面还要再绕 先打14上去 可以进可量啊 上方的9号 和另外一个13号呢 可以选一个 这杆球要小心 白球不要靠扣变啊 带起低竿 右晒 在高竿这儿 左侧才推两扣 可以下低竿 选择最小力的推弹 看角度交位啊 直的话就低竿往回走 右角度就高竿往前冲 一定要留一个 白球向下的角度啊 好球 还不错啊 这杆球可以不用上库 下低竿直接走 想想就好了 看法稍稍下低点 也不用去碰撞右边的库边 很沉稳啊 往回 稍稍走一点点就行 黑八就右边抵带了 主要是考虑深下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加竿位置啊 跟6号球有一些 不太合适出竿的地方 就行了 看我再报道 但是这个不错 也不错 我天下的 我天下的 第一局 孙志峰胜比分 1比0 直播TV 野豹台球杆 威力台球杆 LP球杆 波瓷杆 英国试创6811台泥 比利时雅乐美台球 纳布斯台球专用纳米擦干部 9万集球器 优泽智能球房系统 爱跑光影桌球等合作品牌 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台球圈有料查询相关的赛事信息 第二局 马赛里纳锁上开球 上来呢 第一盘球里边 走插了一个防守上的失误 他判断是把这边打开之后 白球尽量地放得稍微远一点 但是没想到呢 他的判断上还是出了一点点问题 给对手留了一个非常好的清台局面 这盘球就是开球没有球下带 孙志峰上场去击球 主要还是在二六封信中间的 一个9号球过渡向下 目前上方的14跟11 应该较为问题还不算大 可以低杆往回来弹一户起来 先做9号球可以 看看位置 有点大 这盘球有可能是要尝试去顶二号了 尽量顶整颗 然后在高杆的位置去控制 因为你要下低杆肯定是滑下来了 不会碰到 在高杆多高的位置 利用中高杆这样的一个杆法 轻推去顶二 非常好 手架现在这个位置有点够 可能还得使用夹杆器 距离太远了 逃过来的话就注意身下 剪一下6号薄鞭 效果还不错 下方看看12号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直接推 或者是往屏幕右边走 去顶5号 这颗球的话 有机会肯定是要 尽量地去叫一个好的15号角度 有一点点角度 像屏幕的右边 但是上方还有中带 中带等于说你打10 下低杆还叫12号的话 白球距离跟12就会变远 因为它角度向上 感觉可能是 他觉得12号 还在不舍 因为它感觉就类似于下面一颗 上边一颗那种感觉 就打完之后 我打完12用15就要10 然后还要再过度 点点屏幕右边的角度 感法不需要特别低 中竿左右 发力灯 尽量打薄点 没打准 其实它这个力量有点偏大 可能白球到这个角度 并不是它熟悉的这个角度 它还是感觉有点直 尝试的想尽量打薄点 然后把角度蹬出来 每个球员都有自己擅长的干法线路 锁擦这边的话也是 边枯球呢打得还准备还真不错 但是后面出问题了 自己习惯性带了一个路脚架 拧到这个葱干的干头上面 小心抽干不要碰K8 好球 这就跟我们自己球台配备的那个 有些相似 但是它这是放大版 它这个甚至于说 在某些地方够不到的时候 还可以用来做跳杆的 那个架杆的地方 支撑点 孙志峰会不会比较大胆的 直接来去打右边的15号 我进了我继续进攻 不进的话呢 我去赌一下你 没法清台 毕竟所刹的这个球呢 目前在场上局面 已经算是比较开放了 好球 这球打得准了 这球打得准了 这也是让很多来打中式八球的美食球员很羡慕的这一点啊 对 你们的准度真的是太好了 好球 其实我跟你说 前面其实一直在从去年开始 偶尔咱们都会谈 我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 俄式台球 俄式台球要求准度比咱们中式八球还要高 它那个球比这个直径要大很多 基本上在广角的状态下 是刚刚好比一颗球大一点点去进待 放到侧面 比如说边裤上 你就不要想一干进 基本上是先要带口 然后再打下去 就正常对着广角的这个面对正对的带口的时候 你都要特别准才能进 白球 这球还是太危险了 对 要注意啊 随手 这球打的 下一个低竿上去就没事了 别想当然啊 这种球 对 您说到这儿 这俄式台球打这么难 对于初级爱好者来讲太不友好了吧 老打不进去 都难受了 这也可真没办法 这可能是战斗民族对自己的要求吧 没有困难给自己制造困难 对 而且他们那个球杆还非常长 它比正常的 比如说咱们的145的这种147的长度的球杆 还要长一段距离 战士导说到这儿 我记得我之前也看过一些所谓开轮的比赛 他们的杆可多了 一个选手旁边放了七八个杆 他用里边的杆的弹性硬度 包括杆头上的一些软硬程度都是不同的 需要扎杆强一点 或者是一些各种杆法强一点的时候 他会用第三个孙志峰开球 长度或者是不同的球杆 来去打 来实现他想的这个白球的想法和效果 对 你看目前现在好多的就是网络上 我也在看 就网络上有好多的 比如说可能本身的台球水平不太高 但是他们会发一些小的视频段 我觉得这个目前好像在网上流行很多 对 短视频 短视频视频段 就是本身可能台球技术水平不太高 但是他们拍小段里面 有好多很夸张的弧线 是 你能看到他们用的杆都是那种小短杆 或者比跳杆要长一点点 就专业的打开轮 或者用那扎杆的球杆 本身价格可能并不太贵 但是拿过来 我大概的 有些专业的人士教你 你就能扎出来 很夸张的弧线了 专门书子来表演的 对 花式 对 像那个法国的毒液啊 也是 各种杆 你拿来之后一做表演 对 有跳杆 对吧 扎杆 就是最基本的两根球杆 来自阿根廷的索萨 也是阿根廷海外分战赛的选手 打球本身还是说很快啊 第一感觉想好 基本上我就按照这个方案去执行了 点点像屏幕左边角度 如果说特别准的人 才有可能会 就是偷一点点带角 然后向屏幕左下方去K这个四号球 太难了这个球 你看 这个球打起来 本身要求就准度非常高 是 感谢 再走应该 这角度不理想 等于说一直在调整 日期间就太直了 不理于下面的球进攻 有人只能单纯地打进 要断了吧 9号跟4号 没得打 对 亲在一起了 如果说他轻轻地打 9号下半的薄边 然后白球去弹下面底裤 尽量要求就是一个轻打 又是漏几个了 因为 1号左下方也可以打 孙志峰现在这个局面 也就5号球稍微难一点 你打9 你就等于说4号球 你给人解惑了 而且孙志峰这边 如果上手的话 我球多 我不着急打光 对 主动拳我可以控制 等于就是索萨在做一个 清涛夫的工作 没错 这个问题在第一盘球 打了大概有一半的时候 我就稍微低了一下 感觉他这个目前对中巴套路 确实不熟 他更喜欢叫那种 一叫一的那种单位 那种叫双位 或者叫大面那种感觉 总是把简单球先打光 就您说的 还是全球观上不太够 不熟悉 打得少 或许在美式里边 就比如说9球吧 也不要说美式8球 因为美式8球 也是同样 两组颜色的 但美式9球里边 是互为目标球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我打的一颗单一的球 我可以进攻 可以防守 即使你的球 也是我的球 这个时候不存在 我打花球 用单侧球 怎么去做你的招 一个球权的共享制 一个是分享制 对 黄一 有机会呢 高杆右赛 吃底库向上的 K5号球 有没有这个想法 不然就调六 调六从下面走 留一个黄一 自然向左上的角度 这杆球 角度很关键 再把9号贴到裤边 但是往上的角度有些小 对 如果对自己进攻 这个方面来说 其实这个摆球位不算好 还是有一点角度啊 其实这个球 净可量钢瓦在低点还能K得到 继续 打四号还从底扣再弹上去 去勾这个5号球 孙志峰其实一直在看 我能不能尽量 较一个特别近的位置 去打 就是不想K 我觉得它有点难 直接交位的话 还尽量能刮的话 轻轻刮一个薄边 没得到 然后再过度 把球下来小心啊 不要顶到7 这失误都是不应该啊 而且刘介利 刚好放大了代考 能让索萨发力的 打这个边库球 去叫另外一棵花球 不然的话 直接没有7号的话 发力去打这个9号 还是挺难的 其实像这种目标球 贴到库边贴死了 反而好近 最难近的就是 那似贴非贴的那个球 反而好近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角度一定要大 角度小 像比如现在这个 或者再往那边点 你要发很大力量 就不好发了 但是我发现这个索萨 单一球准度 还真的是挺好 它就是不能 有效地把自己这个准夺 连接起来 对 它不太触咱们这个带口 哎呦 这球位 按习惯啊 他经常比如说打美食 或者怎么着 就种球员 他正常上去 肯定是挂左赛下来的 但他这干球没有赛 直接就高干上去 只热下来 甚至于一点点像屏幕右边 不然的话 带左赛下来 右边底带是肯定能交位的 还在判断上出现问题了 对 准 第三局 马赛里诺索萨胜 比分 一比二 ycz 能力快 肯定能交位的 看手 哪里 超费 这 ... ... prosecutors 是 у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四局 马萨里诺索萨开球 从这几个人来看 索萨虽然说前两盘有些没有进入到比赛状态 但你反复给他机会 他是有能力的 有能力 单一球准度两三颗以上 进攻还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包括一些难度球 中八套路和一些先接上还是有些问题 最好能够快点适应 或者是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在自己脑子里边 不要硬打 硬打最后还是好打的都打光 剩一两个难度球 这是刚才孙志峰并没有跟他周旋 孙志峰里边如果有那么一两杆 会做一个斯诺克或者怎么着 我觉得上一半可能还是要再拿分 是的 孙志峰肯定也是看到了对方的一个 中八上的理解层面不够高 所以说打的稍稍有点开放 能够明白 再包肩 那么现在七号球 会不会把他打出来 因为这个位置实在是后面没有什么好 就是进攻 你不去解决 后面等于说难度又留在后面了 左擦这边是看了一下 反复再去看角度 要不要尝试 翻左下角的底带 漂亮 这干球有可能是今天的一个 施加里边的选择了 你给人机会把人手感跟心心培养起来了 这可就确实翻的还是很准的 很不常见啊 像这种 长距离的翻底带 再推高杆两枯出来 小心十号球 不要碰到 还是碰到石了 斯诺克 来看会不会跳杆 右边下方边扣的荒衣 它这个跳杆很有意思 是我们常见好像的一个品牌的三接 或许是海外版 还是自己后面定制的怎么样 因为我常见的这一款 应该是没有三接从 有PK2、PK3 但是我们想等着 一时间去跟着 神经病 我愿意不担心 大胆 好 是 那么 这是 能够穿其他的 基本上 有点 也有点 还有 我们要低 5 4 3 变酷 也非常准 常态的这种球 而且低竿发力 孙志峰还是要避免低级失误 像中态的那种球 上一盘 你自己在能力上 经验上 套路上 都占有优势 对 这种失误还可以理解 黄一有没有漏 左上方底带有没有够大 沉黄的六次 我感觉都太不高了 我感觉是够着 我感觉是够了吧 看苏撒怎么 坚定 确实是够的 带点中低端 蹬两口下来 手紧 压力太大 能感觉出来 这个球应该正常平时在它的进攻范围之内的 比前面的这个边库发力打低端的那个球 还要再简单一点 应该是压力导致 来看一看 SOSA 翻中带看看效果 没翻进 漏机会 11号可以打 人家有想法都可以用9去 借1号就紧中带 对 这盘球里边关键看 孙志峰有没有想到我们帮他想的一些点 过来看了 如何把这个难度球简单化 我相信作为这个孙志峰学院老将 这种经验应该是有的 马上过来看 孙志峰来自吉林白城 今年42岁 还是有点少 再多走一点的话 9号球左下方底带会比较好进攻 现在也是可以打 距离稍稍有点近 出杆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连击 带着低杆 轻打不需要很大力量 右边边扣弹扣起来就行了 直接滴杆 还是说高杆推 都可以 就中带 再次滴杆 第四局 孙志峰胜比分3比1 谢谢 孙志峰胜比分3比1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局 孙志峰开球 我们也首先等一下才办将摆球值取掉 这花色12号球右下方抵戴感觉应该有 有 黑白应该是没有挡住 那这样花色球是很好的局面 没错 找机会主要是把尽量下边14号的问题解决掉了 升线花球还是难度不大 这平时我们打球下都是这样的局面 就算我打不光 我也觉得是神清气爽 对 12号高杆能尽量的轻轻戴下黑疤是最好的 不需要很大力量 白球也不会走太远 然后下面14号可以再衔接 轻推 很轻的力量去打 戴一下黑疤 好球 这样下面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就开始往上了 把14号先打掉 因为14号留在后面 就叫黑疤肯定是不合适的 对 周围有个7号会影响白球的分离线路 没错 而且你从下再往上 你看他打平行的高度是14在黑疤下方 而且黑疤右边还有黄疑 你14的下面还有7 不是特别好交位 这球就可以打14 把7号就敲到底库 顺势13就上去了 对吧 对 刚打进了左边中带 衔接 你这打一看 你看这局面豁然开朗 多舒服 我就记得我们打台球的时候 不停台看上多舒服 对 冲完球 大球挨二球 好 全是二表 天一块 人盯人防守 就不想再打了 不想再打了 看着就头痛了 台费也挺贵的 你不用再摆一盘吧 再摆一盘 有时候会问啊 比如说没炸好或者是花杆来 要不然咱们重新炸一盘吧 咱们有没有炸一盘 要付出 谢谢大家 最好能从三号七号大缝机下来两过再上去 走得开放一点 最好能擦擦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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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能擦白球 这场比较我 我我我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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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盘过后呢 现在孙志峰也是四比一领先 所散还是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 就是说对于说全区关上面 还是需要再提高 仅仅是去尽量打活球 然后呢去进攻还是不合适的 要通过一些攻防环节的结合 包括白球的到位率来完成清台 我让他在这个一场比赛当中 短期的时间有一些质的飞跃也不现实 对 只能是结合打完之后的局势 再去调整 不熟啊 真的是不熟 看十四啊 中带推下来高杆弹衣裤刚好叫 下边底裤的硬克滑球 直接来K了 这个球有点冒险了 不如稳妥地叫一看 先打一下 再过度 上边中带的十一后面留着 还可以向下K 这准多 大灌篮 像你说国外的一部分的球员 肯定都特别羡慕 对 您关于这个问题 也昨天跟这个余光宇余指导 包括之前跟陶英多陶指导 我们在客串的时候也是讲过 因为中带的 这个咱们的运动员啊 都是从小或者说很年轻的时候 养成了非常良好的基本功的动作 因为本身这个运动 就是很追求准度的 对 可是美式球员的这个带口大嘛 他很多动作就是优贤 他玩的更多是旋转 所以可能在出竿的动作上 并没有那么的考究 不是不讲究 是没有那么的这个 像咱们人们要 像中巴这样的讲究 而且尝试前的一个视觉习惯 跟击球习惯也在里面 对吧 看带口放大的程度都是不同的 所以在一些 比如小角度的球的时候 就出现问题 大角度他们都不怕 保球啊 切球啊 就这样都不是他们的问题 问题就在于半贴库这种角度很小 对 你还要发硬力去蹬 去交位 这种时候就容易出现 出竿的动作不稳定 造成的这个击球失误 没错 最明显的就是菲律宾的球手 嗯 名头都很大 但是他的特长使不出来 就是不熟台 其实还是啊 练的多了自然就厉害了 最好效果就是13号跟5号中间啊 轻轻K 漂亮 这球完美了 这球 好球 最少有98.88分 分数已经很高了 这个球K效果 有角度 白球跟13距离还非常舒服 并且关键是这个下面K球点 嗯 刚好是两球中间的位置 再带些低杠啊 弹库边上去 就黑拔了 不需要很低啊 不要碰到5 碰干头了 比赛时间已过半 电光伙食之间啊 第六局 孙志峰胜 一分 五比一 谢谢 三局 三局 第三倍 三局 三局 夜 三局 四局 三局 上前 猪凡 四局 四局 到没有 中 二局 两局 农夫山犬矿泉水 长白山的春夏秋冬 第三个 青米 八个 八个 这最是档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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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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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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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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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